妖魔源源不绝 斩之不尽 杀之不绝 来的没完没了 格斯催得他赶快上船 上了船他们就不会追来了 突然射击叫住大家 刚才他抓住战场了 他没有探知道气 港口那边有巨头的邪念体的翻滚着 但不用他说 大家都看到了 港口这边大概有一百只不知 这可不知杀一二十个裤小数数就能解决的 而且有很多鬼兵都穿上下来 没想到酷鞋的家伙 竟然趁着大雾把他们送来 咱们看幸福不是上船的时候 更何况后面有鬼兵追上来了 腹背受敌情况非常不妙 格斯催得他先藏起来 不管发生什么都别出来 摄尔基担心格斯的身体想阻止他 可现在只能这样了 气氛僵持的时候 玛尼菲高紧张地说 喂喂 再不做点什么的话 他们就要过来了 摄尔基自告奋勇先出手对付怪物 但一巴雷拉劝他三思 这在城市里 精灵的气非常弱 所以拥有魔法很困难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摄尔基想对实行一事 希望格斯催得他先拖延一会儿时间 格斯催得他人守住后面挟指的通道 他独自收拾港口的怪物 诺特克担心小姑娘顶不住 但眼下除了相信他们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摄尔基灵体情让幽解 建造了大片红莲教徒 火焰熊熊燃烧 那不是自然界正常的火 这是要把敌人 毒使人类全部烧尽 而就是人类之手燃烧的夜火 这不仅像做炼狱一样 摄尔基感觉自己要被吞噬了 他想着和格斯一起的经历 把一直拉了回来 最终找到了冒火的车轮 格斯还在顽强抵抗 没完没了攻过来的鬼兵 得亏这些鬼兵头脑简单 都堵在巷子口 不然情况更糟 马尼菲高很郁满 他真的想回家了 格斯手的前面 一幅当官万缝莫开 突然从天而降一只 搞偷袭的鬼兵 格斯二话不说 顶头一箭将其秒杀 越来越旧的鬼兵靠了过来 狂战士铠甲 视血如魔蠢蠢欲动 想一边压制他 一边对付成百上千的怪物 这对精疲离境的格斯来说 是无法承受的符合 就在这时 烈焰车轮挂到半空 卷起一道道热风 视级操动车轮 地面的鬼兵作为祭品 如他所愿化成了灰烬 烈焰灼烧地面 怪物都被卷进去了 这是货真价值的活在地狱 但视级控制不如如此强劲的力量 这货连绵不绝敌我不分 眼看就把自己人都烧着了 格斯抽身 带走了摄尔吉和伊斯多洛 车轮席卷战场 所到之处 地面都被烧成了焦炭 大家奋力往外逃 总算找到落脚的地方了 格斯放下摄尔吉 摄尔吉悠悠转醒 请大家没事 他得放下心来 格斯背着摄尔吉跟上伊斯多洛 靠近港口的船都被烧光了 格斯觉得这里有四怪异 刚让诺蒂克等人退下 巨型怪物就冒出头来了 而且还不止一头 一行人再次被团团围住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敢想哭笑到底养了多少多怪物 摄尔吉冒出冷汗 他已经不能再用法术开打了 格斯让摄尔吉下地 他要去跟这些怪物战斗 事到如今 只有他能争取一次可能了 摄尔吉不放心格斯 迟迟不肯松手 他的法术不够用了 要是格斯被狂战士铠甲吞没 他没办法地唤醒他了 在他说话的时候 格斯已经开启狂战模式了 不过摄尔吉的U帖 连带着钻进了狂战士铠甲之中 狂战模式开启 格斯就是势不可挡的魔神 他隶促地斩杀了面前的一众怪物 努迪克没想到 这个轻敌还有更生猛的心态 而且他现在不仅跟怪物一样 还已经敌我不分了 就算他能斩杀怪物 也很难保证队友们的安全 以索罗让尔吉赶紧想办法 可是尔吉一动不动 似乎已经没有意识了 难道被砸到头了吗 格斯一顿暴杀 猛得不可一识 三两下就解决了成变的怪物 尔吉意识到 此下的狂战士铠甲内 一定是刚才纠纯的时候 被带进来了 他看到了被狂战铠甲 吞噬格斯的意识 上座的格斯举着巨剑 直接将怪物披上两半 刹那间血肉横飞 血流成汗 这一眨眼的时间 他就把外面围上的怪物 看得七零八落 看样子 他不杀光眼前的一切 之前是不会停止了 狂战铠甲下的格斯 就是那样的人 塞尔比告下定决心 在格斯杀光敌人那一刻 他就会对格斯 拔键相向心发之人 格斯一同卵杀后 身体承受不住负荷 到处扎拉喷血 这时 一艘巨择着的人头造型的船 靠在烂边 上面还有寂静的花车 看起来非常厉害 再往上一点 能看到一只盘队在半空的老者 他没想到 一只就能击沉 十艘军舰的妖兽兵海象 在格斯面前竟然这么不堪一击 在格斯身上看到了 狂神之气后 他更震惊了 他觉得不仅这个黑色剑势很有趣 那个横扫鬼兵的火焰车轮仪 也很有意思 作为妖兽兵党的团长 他必须得给这些人点颜色瞧瞧 看到复在半空中的老者 众人大吃一惊 射击认出这位老者是魔法师 老者自称仙将达尔巴 要凌教下他们咒术的厉害 放马过来吧 狂神战士 格斯条件凡事本的朝他猛中 达尔巴双手接应 召唤出了一股漩涡水柱 射击心刀不好想阻止格斯 但已经晚了 格斯被卷入到水龙卷中 被水流泡到最高处 这龙卷怎么回事 连皱纹都没有涌唱就失行了吗 这力量也太强了吧 格斯被卷到这么高的地方 就算下面是水面 地下区也飞死鸡餐 不过而是处于狂慨模式 应该能突破极限 对付这种情况吧 射击射试唤醒被憎恶 吞噬意识的格斯 睁开眼巨型吧 在他的诱导下 格斯找回了自我睁开了眼 他的身体被龙卷卷到头甩了出来 大尔巴憋嘴 吐槽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废物 居然就这就不行人事了 他刚试完 格斯就横其巨剑挡在前胸 依次改变了风向 一路朝下顺利落到了地面 大家都被在操作秀他了 萨尔皮革看出 他是用剑成手风压 控制了落下的风向 但即便这样做了 也不好说没事啊 大家最关心的是 现在格斯还清醒吗 格斯他自己没事 因为射击地保护他 在他们问候的时候 水龙卷再度袭来 大尔巴嘲笑格斯看不通场合 战斗的时候保护同伴 这怎么看也不清醒啊 他还放话 要是没有那个狂战之气 您弄那把剑 伤得我仙将大尔巴吗 格斯抱着法尔纳塞和卡斯加 躲开了巨大的龙卷 他感觉脖子在滋滋的烧 痛苦让他脖子就收紧臂弯弯 雷得卡斯加和法尔纳塞 透不过气来 射击地有体搂住格斯的意识 让他稳住心气 如果这时候心被赠物覆盖 就会被甲铸吞噬 格斯牢记嘱托 毕竟还想守护卡斯加呢 他回头看了一眼卡斯加 卡斯加感受他的注射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格斯冲塞尔比高喊话 你也别闲着 你不是很擅长飞来飞去的吗 一索罗等了半天没等到任务 便自告奋勇要加入他们 诺迪克怎么都拦不住 大尔巴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吃着他们要打得干净点 格斯没有计划脚下一蹬潮地奔去 愤怒和激情可以引出甲铸的力量 但是绝不能全身性地投入进去 历练的要点是意志 格斯提借砍断了大尔巴的水龙卷 接着紧随其后的塞尔比高 居使风精灵吹散了水流 021唱一合步步逼近大尔巴 格斯抬手想把他劈成凉拌 突然下方涌起一股水流 将他抬到了更高处 和死神擦肩而过的大尔巴感慨万千 没想到狂神战士这边还有风神战士 不过要论神的庇护 他还不予输给这些年轻人 他抬手 还没想接连升级的极道水龙卷 可突然 他的腰部传了尖锐的疼痛 乍一看 原来是底下被安排看戏的伊斯多罗 上演了他的拿手好戏 被砸中老爷的大尔巴破口大骂 格斯克不管那么多 他要趁大尔巴倒下之时取气手机 大尔巴为了保住向上人头 活击活了的音唱法咒 念咒结束 妖兽最强魔兽现身 射击顿物 正是因为这魔兽的力量 大尔巴只能不涌创就操纵龙卷 可这个魔兽跟以前的始魔大不相同 需要谨慎应对 水蛇体型巨大 体内都是海水 他万一的躯体斩不断也砍不灭 滚滚涛浪 又轻浮严实的力量 如果将其汇聚起来 就会变得个针芒一样锐利 连钻石也能切开 格斯拔剑 接连斩了几次都没法毁灭它 虽然以前也对证过水药穿马都是同族 但这次绝不能掉以轻心 事尔就让格斯快看 这套魔兽的胸部附近 有一个影子在游走 那就是这次的肉体 那个巨大的身体和龙卷 都是这些后的咒力 驱使着水元素精灵创造出来的 格斯问 只要把这东西砍了就行了吧 事尔吉觉得做起来很难 因为那只魔兽的身体 对个河流似的 也把里面游走的东西砍中 尤其是在这暴风雨中难度太大了 格斯顾不上后话 一头扎进水蛇之中 另一边 塞尔比高飞升到船舰之上 与达尔巴面对面对峙 达尔巴急忙跳进水蛇体内 避开塞尔比高的攻击 他满心得意 自认胜券在握 没有刀能伤到这水蛇 就算有个万一 他还能施展瑜伽秘术 在水中归西半个小时 他奉劝众人 别作无畏的抵抗 乖乖把身体 陷进一个无可匹敌的水蛇